严老师 我还真觉得这妻子 特别爱他的先生 你爱他什么呢 爱他曾经和你一起玩 一起闹 爱曾经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 爱曾经可以嬉笑怒骂 一起喝酒到清晨的 那个过往的自己 可能我爱以前那种 无忧无虑的生活 是的 其实现在生活对你来说 你一个人面对是很难的 因为曾经你们两个 都是无忧无虑的孩子 但是我们的生活在变啊 人生的阶段在不断地推进 我们都在成长 我们都变成了父亲母亲 我们肩上都多了 更多的责任和担子 女士成长了 先生您呢 你还在原地踏步 你甚至倒回到过去 你有什么资格 喝酒喝到半夜 有什么资格早上五六点 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呢 你是谁 你还是过去那个孩子吗 你是谁 我是孩子的父亲 你也知道啊 他也爱玩啊 他过去也是个特爽特撒的姑娘 喝酒喝到半夜 他把这摊撂给你 他去玩去 你在家看孩子呀 你既然选择了婚姻 选择了结婚 选择了生孩子 你就得担起这个责任 否则你枉为人父啊 你也枉为人父啊 我就说这么多 希望你自己思考 女士也别哭了 路是自己选的 我们有能力走这条路 就有能力把它走好 我相信你 给他机会 但他不往前努力 对不起 咱自己往前走 谢谢 谢谢老师 伯公兄 丈夫喝酒喝到 可以去搂抱 自己妻子的闺蜜 丈夫喝酒可以喝到回家 脸上有其他女人的口红 当然你理由很充分 为了应酬 为了业务 我是要为这个家赚钱的 我又在想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他即便赚再多的钱 你的妻子 他也有一份事业 也有自己在外面的工作 那就叫势均力敌 你很好 我也不差 但遗憾的是 现在做妻子的 没有这样的底气 也没有这样的基础 他只能埋怨 责怪 但最后无可奈何 这就是做妻子的悲哀 这又回到了赵传老师质问 你为家做了什么 这又表明一个家庭 靠一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 你力不从心的 哪怕你有力 那一方力不到 这个家也是倾斜的 不完美的 家是一定要共同经营的 但是我想提醒你老弟 如果再这样下去 这个家再不继续 共同经营 迟早一天 他会双心 然后寒心 再绝望 这个家会支离破碎 会殃及你的孩子 明白吗 谢谢包装